薛之谦9月21日上午 发长文阐述与李宇童的事件 并出示了许多截图和证据 文中据悉是李宇童爱上的薛之谦 还晒出了信件 跟李开始时已经跟小高写意分手了 2015年夏天发生剧烈矛盾 决定分手 甚至爆料出了李宇童出轨 后李告诉薛怀孕了 两人达成功识放弃孩子 后李母要求薛支付100万精神损失费 薛同意 李家人曾向薛索要5000万 薛再度声称 如果拿了李1000万愿意入狱 反复强调没有偏钱并晒了账单 还爆料了很多繁传剧情 让人大跌眼镜 为此网友粉丝们看到后 纷纷激动留言 终于等到你 千辛万苦